跨年前夕开始到最近 陆续就有许多大型的活动取消或是延期 那不只是因为前阵子台湾再度出现了 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 更是因为在去年12月30号的时候 疫情指挥中心就证实 最早在英国发现这个变种病毒株 叫B117已经传到台湾了 那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 跟地区发现这种变种病毒株 那变种的病毒会让全球的疫情雪上加霜吗 欧美各国已经开始施打了疫苗 又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免疫学的权威 财团法人性妄爱期待学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南继教授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来欢迎 大家好我很高兴来上这个节目 我们来介绍其他的来宾 那先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主笔 梅艳动员动眼神经 大家好 我包很大的周仲瀚 大家好 吹唱嘴的凯莉 嗨 仲瀚今天好严肃哦 好 好 来 我们这个目前台湾这个防疫升级 不是我们本国级的人士 从元旦开始就暂缓入境 而本国级的人士返台之后的居家检疫 也再度升级 那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 那台湾也不敢大意 所以动眼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变种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最近被称为这个英国变种病毒的这个B117病毒株 它并不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新冠肺炎的病毒株 变种病毒株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有讲过这个丹麦扑杀水调的新闻嘛 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水调身上有发现一种变种的病毒 不过那个时候那种变种病毒并没有广泛的扩散 虽然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这个病毒就一直有这样子发生一些突变的状况嘛 但最近这个来自英国叫做B117的这支病毒株 它的传染力 似乎比以往的变种病毒都还要强 那虽然说这个B117是大概在9月的时候最早才被发现 在英国那边现中的 但是目前为止它已经占伦敦的这个新增病例的60%了 所以这个根据这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沃尔兹博士的说法 他就说这个病毒的传染力可能提升到个70% 那这边就想问一下教授 病毒为什么会变种 是有什么原因让病毒去变种的吗 我们先讲新冠好了 新冠是RNA的病毒 RNA是单股的 它是plus 它的聪明点是进到你的细胞质之间 你就可以用这个RNA 然后做成它要的蛋白质 那因为它是单股的RNA分子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 当它在里面复制的时候 做它自己的新的baby的时候 它就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把它矫正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病毒 进了这么多人 进了这么多国家不同的人种 复制了这么多次 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迅速的 当然我们有时候很多人是会有强烈的怀疑 尤其是基础科学家 认为这个是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太好 就是那一阵子他们都爬爬照 就爬爬照 对爬爬照 然后没有社交媒体也不戴口罩 那就加到圣诞节 感恩节这些又是一讲得很紧张 就去圣诞节去采买更大的机会这样 所以使得那个地方的疫情是去控制 那并不是这个病毒很厉害 而是真的你的生活习惯没有做好 我知道 可是就直接怪在病毒身上 其实是人自己的行为没有控制好 就故意把它讲传染力很厉害 可是他们很喜欢这样讲 因为这样的话会使得英国大众比较紧张一点 OK 那好 我们刚刚讲的是传染力 这个科学家其实还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真的比较强 那症状呢 是不是真的有比较严重 不是 症状根本没有严重 这样才会使得你无症状去感染很多人 真正死亡率也没有真的很增加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毒性病不是很强 还是差不多维持2%的死亡率 所以这个病毒很可能并不是真的变得很毒 如果它是变得很毒的话 我们就会很紧张 死亡率会增加 大家会很紧张 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 这样你才会容易啪啪照 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症状 就会感染很多人 那你这样讲出来了 那些英国人如果听了我们节目 他们就不紧张了 这样怎么办 不会 没有 大家现在很紧张 很多国家都封锁去英国的这个行程 没有 他们本来就是已脱欧了 就是跟这个 就是现在已经isolate了 他们可能要向台湾学习 台湾就是一个孤岛 我们一直都很安全 其实我们就是要 好好的防堵任何人进来 不然台湾也是在一个刹那之间 也会像伦敦一样 可是教授 我现在就不懂 你就说这个传染力可能也没有比较强 然后它症状也没有比较严重 致死率也比较高 那英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讲那么严重 这个是很好的 你觉得是故意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OK 那像讲完了以后就可以封城了 大家就是新年就乖乖乖的 他们好像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真正好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痛定事动做的事情 因为不管它是不是很严重 你一定只有一个方法是彻底的决断它 把它隔离出来 像大陆就是成功 台湾就是完全现在都没事情 就是完全隔离 OK 我觉得下一个大家会很担心的问题是 好不容易有这么多种的疫苗研发出来了 就针对原本的新冠病毒嘛 那现在会不会一直变种 一直变种 最后这个疫苗变成没有效用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是当然可能 是当然可能 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不是真正的case 至少这对我来讲 现在这个疫苗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之下 他们真的可以做到第三期的 第三期的实验 就是拿起人体实验 他们可能像这两个RNG的 一个是找了4万个人做volunteer 另外一个找了3万个人 分成两组 一个是打的 一个是没打的 然后就看看这4万个中间得新冠的 把他解封以后发现 打真的话都没有得 没有打的是pacibus 是生理性就会得 90几百分之下 就是非常的成功 他是针对整个病毒的 spike poling诊断的 如果这个疾态门的突变点 只是好几个的话 它不是全部一起变的话 那我们其他的抗体还是会有效果 所以应该是 就是说我们只要打的人 即便这一段时间 终于这个病毒还在改变 可是我们针对他的免疫力 应该是可以 还是很有效果 就像我 很像我们人脸辨识是不是 对 人脸辨识就像 我们锁定以后几个重要地方 你除非易容的话 我化农妆期他也是认得出来 对 就是说你除非真正的易容以后 易容以后才 整形才看不出来 对 他没办法看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疫苗还没有变得那么的严重 到说变到就是变一个人 就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果说 病毒还没变到 对 对 就是那个病毒 它我们疫苗打进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认出来 所以目前来讲 应该是讲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 这些公司都已经promise说 因为它是DNA的 我们现在基因工程非常快速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变异的东西 在六个月中间去改我们的那个copy OK OK 他还跟着改 再做出不一样的RNK再来打 滚动式修正 所以这个应变力已经很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追上这个病毒的机会非常大 尤其是RNK的病毒 那个Vaccine是非常非常有效 就是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它会不会有点像之后流感化 因为现在流感也是 每年的流感疫苗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重打的嘛 那会不会说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以后 因为它一直变异 一直变异 我们也要可能没多久要重打 是的 真的 这也是possible 非常非常possible 对 当然流感是不太一样的 流感是 流感的做法是 是拿个鸡蛋 把它打以后 然后抽到东西来做 所以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将来流感甚至也可以用这个 RNK的方式来弄的话 可能这个战争的结果就会非常不要 那这次因为 最重要的是因为新冠的压力太大 所以有人敢尝试这种新的方法 可是大致所有人讨论起来 这个RNK的Vaccin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这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所有的病症 那可能全部以后都会快速很多 那有个问题 所有的疫苗公司都是用最新的这种RNK的技术吗 还是都要看公司 没有 像大陆就是用非常古老的细胞里面 纯化这个活病毒把它杀死再去打 另外是用那个Adenovirus 是一个没有什么毒性的那个Virus 把它把这个基因放到里面 然后让它去感染细胞再去做 那只有这个是RNK是直接就是 照这个新冠病毒的RNK 它可以到细胞 细胞就直接做出蛋白质 等于说我们不需要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生产那些蛋白质 我们自己的蛋白质 就不需要在外面做蛋白质再来做 做蛋白质送进来 花费非常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技术上的突破 所以反而因为疫情促进了 这科学上面的一些成就 不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想要再倒回去一下 讲中国做出来的疫苗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它做疫苗这个方式很危险 当然它是把那个活的疫苗 不然病毒去感染一个细胞 在体外培养 让它感染以后 它生了很多孩子出来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都是病毒 就是病毒 活病毒 它故意生很多病毒出来这样子 对 当然就是等于说做出很多孩子 然后把它浓缩以后把它打死 就拿着整个去打给你 对 让你看到它身上所有的东西 所以当然是很古老的方式 也是最危险的方式 可是他们就突发电 刚刚把这个做出来了 现在也是很多地方在打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 大陆现在的案子很少 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做三期实验 三期实验需要那个 因为弄了他们也不会感染 所以他们只好跟很多他们好朋友 像巴西 土耳其还有什么 联合大公国什么 他们疫情很严重 就说好 我们这边有志愿者 帮你做这个 他们就很愿意做 大陆好像号称这个疫苗 有效率也是蛮高的 有90以上 对 所以也是蛮不错的 当然不同的种类都可以来做 世界上大概有29个很大的项目 现在前面这几个是非常有名的 对 其他大家都在做 所以我们知道大陆做的方式 它是把病毒弱化 它把它大量复制 然后弱化的结果 那为什么新的做法会安全很多呢 那因为那个蛋白质进到我们身上 并不是很容易被认识 它很容易被流失掉 听了吗 然后所以它要打一个叫做腐剂 这个腐剂让使得你的免疫系统 可以看见它 去来对付它 那这腐剂会产生产生非常多的副作用 尤其打第二剂是同样的话就成 那我们这RNA的话 我刚刚讲过它的最大的神奇 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RNA 那外面是lipids 它打到身上是要让它进到细胞 可是这个时候就不必加腐剂 不要加腐剂的话 造成的副作用就会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RNA的vaccine 就是非常非常棒 OK 好 那教授您 我觉得到目前这个阶段了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要准备什么 我们大概赶不上嘛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赶快跟Fizer这些 做RNA的银貓公司 赶快去买他们的银貓 对 他们竟然做那么快 Fizer的 我们要买美国 我是感觉上来讲是最安全还是这个 所以就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赶快跟他们讲 然后说是请他们大量制造 然后我们最难事情就是 因为我刚刚讲过 它是在脂肪一个膜里面 所以它做成的那个刹那 你如果不是马上把它冰冻固定的话 它就散掉了 所以难怪它两个 一个要-80度C 一个是-20度C 那就是非常麻烦的 然后你一解冻马上就要打 因为你慢了一下的话 它就解体 当然就进不到你的细胞里面去 所以现在的问题 反倒是怎么样运送 干冰运送 让一直维持都不要解决 对 要搭飞机来 那就是说它的疫苗可能便宜 可是你的设备这些东西 台湾是不是有准备好 有没有买了那么多 -80度的冰箱 各地都有 都是很贵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打这个最好的话 应该是后面的这个 冰箱我们去买 配套 配套措施 冰箱要非常非常好 对 就是要那个冷藏运室的动物 所以现在台湾到底买的是 哪一种一直都好像不是很清楚 对 可能是竞争的对手非常多 大家那些国家投资最先的 都是先去打的话 所以会轮到我们的话的机会 可能要拖很久 那不过最大的重点是台湾是一个 神奇的岛 到现在为止都没什么case OK 我们就要把这个border 一直维持好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成功的 就是好好守住 到疫苗打完再说 对 OK 好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这个成功跨过了这2020年 来到2021年 但这个疫情不会因为跨完年就一系消失了 那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冠疫情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必须要对病毒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够应变各种不同的状况 而无论病毒是怎么样变种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依然还是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防疫措施 大家务必要好好地落实 那你对于最新的变种病毒有什么想法呢 非常欢迎上网来跟我们讨论 我们马上回来